墾丁南湾在最近四天之内 传出二十件游客被水母遮伤就医的案例 比平常每周一两件多出了十倍 除假开始墾丁南湾涌入大量游客细水消暑 只不过除了人潮增加 勤俩的海水里这几天也已经多了不少水母 四天就有二十名游客因此被遮伤就医 上个月就有学者在车程后湾发现大量的水息 并且预测今年夏天会有超强盛音现象 合适的水温可能造成水母大量暴增 没想到被水母遮伤就医的案件 才迈入七月就比平常增加了十倍 显示海里的水母密度已经大幅增加 当我们水温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的水母因为它在水温比较高的环境 比较适合它生存 所以它确实它的数量会比较多 在很近就不会 不怕 就是如果比较少 一两只应该还 学者研判遮伤游客的应该是以 森茂和海月水母为主 其中森茂水母的毒性在有毒水母中排名第二 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被遮 严重会呼吸困难或休克 医生建议在水中发现皮肤灼痛时 千万别冰敷热敷或者摩擦伤口 以免毒液更快速扩散 记者王纪村陈显坤评论报道